联绵豪雨加上大涨潮来袭 导致柔佛八珠八峡四个杆榜 今天凌晨1点30分发生闪电水灾 正当许多人沉浸在睡梦中时 当地村民却因为闪电水灾无法安眠 不过当局并没有下令居民撤离 根据柔佛民房局水灾导音主要是因为涨潮加上大雨 根据民众拍摄到的照片 一些地区的水位一度到达成年人的胸口以下 此外消整局也在凌晨4点左右 接到灾民受困的求救电话 出动八名消整员救出四名灾离 当中包括一名60岁的乐林妇女和一名婴儿 这四人随后安置在附近的亲戚家中 感谢您的观看